第18题第18题第19题是题主 蝙蝠侠神力女超人超人和水行侠 在维恩庄园里讨论电影小丑的剧情 说话的状况如诱表 请回答18到第19题 第18题是问 请问在管家阿福普通正常人的耳中 哪一位英雄的声音听起来最尖锐 那么我们晓得听起来尖锐就表示音调比较高 音调是由频率决定的 频率如果越高越大 我们听起来的音调就会越高就会越尖锐 我们的表中看到我们的超蝙蝠侠 他的频率呢3万赫 他人最高的 可是我们答案却不选蝙蝠侠 为什么呢 因为管家阿福是普通正常人 听觉范围是20到2万赫 3万赫他根本听不到 所以他根本听不到蝙蝠侠发的声音 所以应该要选择的是我们的神力女超人的 1万赫 第18题问我们说 哪一位英雄的声音听起来最尖锐 我们答案选的是B 神力女超人 2万赫他根本听起来最尖锐 这会是因为一些超人